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马街纪念医院的中医部的王鸿铭医师 前面我们分享了新冠后遗症各种的症状 其实另外一种很常见的症状就是异常的疲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体会过白天上了一整天的班 回家那种很累很累的感觉 新冠后遗症这类型的患者他不用到回家 他往往在上班一半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异常疲倦的感觉 以前喝咖啡可以提神 现在再怎么喝精神也是一样的不济 这类型的新冠后遗症的患者 就会来到我们中医的诊间来求助中医师的治疗 其实这个也归属在新冠后遗症的其中一种症状 我们针对这样的症状 就会利用补气的方式来处理 那包含最常使用的生脉伞 那或是一些补气的补中益气汤 益气聪明汤 这些方剂呢我们都会拿来使用在疲倦的患者 好那虽然在中医的辨证 这类型的患者都是属于气虚的范畴 但是临床上还会再仔细的分辨出 这个患者有没有因应予准的问题 就好比说他会不会容易口干舌燥 或是他的皮肤会不会总是在很干燥的状态 那如果这样子的症状出现 又伴随疲倦的话 在中医的辨证就属于气阴两区 这时候单单的补气是不行的 那你还要加上适当的一些养阴的药物 那才能达到气阴双补的效果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像一些西洋参 或是麦门冬这些比较滋润的药物 再搭配刚刚讲的补气药物一起服用 那效果就会更加的显著 那针对异常疲倦的这类型患者呢 我们最常遇到的阵型就是气阴两区的这种阵型 那我们就会选用这个生脉伞来做使用 生脉伞包含了三位药物 那首先是这个麦门冬 那以及我们的这个党参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五位子 所以麦门冬、党参跟五位子 合起来就是气阴两区会选用的生脉伞 那其实这三位药物的搭配是非常巧妙的 而其中补气就是使用挡身 那来养阴就是选用这个麦门冬 那五位子呢 因为这些两个药物都是补的效果嘛 那五位子它就含了一个收射的一个角色 所以既补又把我们的元气收敛起来 那就是可以更好的来补我们的身体 那这就是一个生脉伞的一个处方架构 包含了我们的麦门冬 以及党参 还有五位子 那另外一类型的话 包含了注意力不集中 常常会头痛、头晕 甚至有失眠的情形 记忆力不好 那研究会认为这些病毒呢 可能会造成脑神经脑血管的轻微 缺氧损伤 所造成的这些症状 那中医认为这是心神不宁 清气不深的表现 那所以我们可以用 好比说是益气聪明汤 或是定制丸 或是一些可以通脑的一些药物 包含了天麻 或是所谓的食仓谱 这些具有通窍的功能的药物 也可以选用 那临床上针对这样类型的患者 我还会搭配针灸 那包含头顶的这个百慧穴 那以及百慧穴四周的四神充穴 那以及这个前额的这个神庭穴 以及这个两眉间的硬塘穴 那都是这类型的患者 可以选用的穴位 那针对注意力不集中 那或是这个头晕 记忆力差 那甚至失眠的情形的话 我们也会建议患者回家按摩这个神门穴 那神门穴是针对这个安神 以及失眠的患者 特别选用的这个穴位 那在这个手掌的小死头这一端 那接近顽骨的这个位置 这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 那再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的按压 然后来让心情更加的放松 好 那针对新冠后遗症 常常会出现失眠的这类型患者呢 我们就建议使用这个百合安神茶 来调理 那百合安神茶呢 里面含了五种的药物 那其中有一种是莲子 那另一种是百合 那还有所谓的红枣 以及这个酸枣仁 还有最后一项是远质 那这几种药物呢 都会有安心神的效果 那临床上使用这些药物之后呢 情绪多半都可以获得放松 那也比较容易达到这个 露碎的品质也会相对的比较好 那这些药物在中医的观点来看 都是一些可以拧心安神的一些中药材 那将这些中药材用600cc的水煮开 中火煮大概20分钟 那或是用600cc的热水直接去做焖泡来饮用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安神的效果 好 那首先是红枣 那还有这个百合 以及莲子 跟远质 还有酸枣仁 那针对这个主方的失眠类型呢 其实不限制于在 常新冠后遗症的患者 那平常会常常需要耗用心神工作 那造成晚上睡不好的这类型的患者呢 其实也可以选用这个百合安神茶来使用 那如果真的要使用这些药物呢 还是会建议去找合格的中医师去开力处方 那其实也有一部分的患者呢 会出现皮肤骚痒的情形 这些患者可能会说 奇怪我平常都没有皮肤的症状 我的皮肤一直都非常的好 但是在确诊过后呢 就渐渐出现皮肤会容易搔痒 甚至跑到西医诊所被确诊是 蕁麻疹或是湿疹的这些状况 那针对这样的类型的病人呢 我们就会给予一些清热凉血的药物 来做处理 那比方说像是这个黄莲解毒汤 或是消风散 那这类型的方剂呢 我们都会加减来使用 那治疗这类型的患者 那这类皮肤痒的患者呢 我们临床上也会非常建议 在饮食方面呢 油炸辣的这些食物 要尽量的去避免 那免得皮肤又会因为吃到这些食物 那造成烧痒的情形更加的严重 好 那有了这些症状呢 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 要到中医门诊 去寻求中医师的治疗 那也不要忘了一些饮食上呢 跟生活习惯上的一些 要做适当的调整 那包含了尽量少吃油炸类的啊 或是少吃辣的这些东西 那在饮食上呢 太过于生冷的食物也尽量要避免 那维持好的生活运动习惯 那包含了早睡早起 然后三餐定食 那在这样子的症状 经过中医适当的调理之后 多半都可以很快的获得改善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那我是马杰纪念医院中医部的王鸿铭医师 谢谢